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王维的五言绝句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286页 我们来看286页下方的这一首《竹礼馆》 《竹礼馆》这首诗呢,本身也是王维非常著名的一首五言绝句 可能很多小朋友在非常小的年纪就已经读过,背过这首诗了 但是呢,这首诗它的写作特点,包括诗人在背后传达出来的一种状态 可能我们还更需要去深入的进行一下分析 所以接下来呢,我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下这首诗 看似平淡的字句的背后,诗人所蕴含的那些格调和韵味 这可能也是我们之前节目中说到的 在五言绝句中间,我们主要读味道 主要去品味它在这短短的篇幅背后没有讲出来的那些话 自然而然的就感受到的那些东西 那么《竹礼馆》这首诗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字句读音 读作幽黄里,弹琴复长笑 身临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非常简单 那么黄字的读音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念字念半边也能看出来是念黄的 那么这首诗是压字声韵 笑和照是在压韵 所以这就属于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古绝句 因为进体绝句啊,一般它是要压平生韵的 那么这首古绝句我们可以看一下 叫《竹礼馆》 然后《竹节》里面也说到了 它是网川别叶中间的一个景色 别叶就是别墅 那就是除了自己正式住的家之外 另外的产业啊,就叫别叶 那么之前我们在讲陆寨的时候也说过啊 王维在网川别墅写了非常丰富的诗歌 中间有20首,提成这个网川集 那么这20首网川集中间 竹礼馆就是其中的一首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是它网川别墅中间的其中一小块 那么这一小块什么叫竹礼馆 就是在竹林中间有这么一个可以休息的 可能是亭子,可能是小房间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实际上我们来看这个馆呢 在这它描写的这个状态好像更像是一个门窗开口 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色的这么一种状态 而不是一个风的四四方方的这么一个房间 不太像这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呢,在这个写的过程中间 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首诗从表面上来看 其实非常的简单 没有什么生字生词 然后呢,就是作者好像在写大白话啊 也没什么难理解的 我一个人坐在竹林之中 然后弹琴附长笑 一边弹琴,一边嗷嗷嗷的这个长笑 然后身邻人不知 因为是在深山老林里 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在半夜扰民 然后呢,明月来向照 只有明月在陪伴着我 所以其实它的字句很简单 那么它背后传达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是表达了诗人怎么样的一种境界呢 这个可能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分析分析了 实际上就短短20个字中间 它不像我们之前看的那些长篇古体诗 或者是五颜七颜的律诗 中间用了很丰富很复杂的手法 特别是形容词的雕琢和句式的变化 没有 五颜绝句它完全达到了一种反扑归真的状态 我们来看这个反扑归真怎么反扑的 就是首先这首诗20个字里面只写了三处景 三个景物是什么 幽黄 森林和明月 短短三个词就这三样是景物 而且其中的幽黄和森林其实还是重复的 写的都是这个竹林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要注意这个黄 这个黄的本意是什么呢 在它这个解词的这个古代的字典里头说叫竹田为黄 什么叫竹田 就是把竹子种成了一片田说明就是密密麻麻的 而且面积很大的这么一片才能称之为叫黄 它是人为栽种的一个竹园或者是一大片竹林 所以幽黄的幽和森林的森实际上都在形容什么幽森呢 就是这片林子很密 面积很广 所以人积罕至 然后在这片竹林的正中央有这么一个小房子或者一个小亭子 我就在这里面看琴 所以这里头你看 幽黄也好 森林也好 幽森形容的是竹林的密和黄 非常繁茂 非常广大的一片竹林 然后在这片竹林中间密密麻麻的 而且是夜里 对吧 只有明月的光照在中间 你看就这三样景物 然后作者的行为呢 实际上也就三件事 作者本人在干什么 第一个动作叫独坐 第二个动作叫弹琴 第三个动作叫长笑 但是你看我们从这二十个字里面就提出这六个词 三样景物 幽黄 森林 明月 是不是给你营造了一个非常安静的氛围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三个动作 独坐 弹琴 长笑 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古代的所谓的风雅文人 这么一个形象 就是一个读书人 而且是非常孤高的那种人 不跟朋友一起 一个人坐在这个深深的竹林里 然后一边弹琴 一边长笑 看起来非常的酷炫 所以你看其实就这么几个词啊 就作者的形象和他所处的环境就已经给你勾勒的非常明显了 然后接着 身临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这两句呢 进一步的来渲染这么一个状态 人不知 明月照 你看是不是一个对照 别人不知道 我在这个深山老林里弹琴 只有明月在陪伴着我 你看明月本身是很皎洁 很圣洁的一个光芒 然后呢 这个很洁净的光芒照在这个黑暗幽深的竹林里 然后照着我一个人孤身在这里弹琴 所以你看他的高洁 他的孤高 他的这种寂寞和安于寂寞的这种潇洒 就完全的呈现了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五言绝句 你看就这么短短四句话 给你讲了四个小片段 但是通过这四个小片段 背后你可能通过自己脑补 通过自己的联想和想象 可能能够把它丰富成一个非常具体的 非常鲜明的这么一个画面 或者是一个诗人想要传达给你的一种境界 或者一种思想 一种精神 那是这样的一种阅读的理解的方式 那你要说这里面的写作手法有没有 其实有 比如像《身临人不知》和明月来相照 这两句之间的对比 对吧 再比如说这个弹琴复长笑 是不是在写这个声音啊 对 这一句是有声音的 明月来相照 有没有月光啊 对是有月光的 所以你看声音颜色都有了 然后幽黄和森林呢 又是一种非常安静的氛围 你看动静结合其实也有 但是他把所有这些 我们能够挖掘出分析出来的手段 他都藏在了一个非常自然的 景物描写的画面背后 这就是五言绝句 他的一种魅力所在 非常短 诗人在这里头也来不及用什么非常特殊的手法 但恰恰就是像这样大白话一样的句子 他背后整个人的修养 境界 思想 精神状态 情绪 所有的东西都体现在这短短的20个字之中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屡次跟大家强调 五言绝句 要写意的看 写意的读 千万不能分析的太细太具体 笼统的感知之后 背后可能还要加上丰富的联想和想象 把它还原成一幅画面 你看看这四句诗 在整个画面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多一句也不行 少一句也不行 刚刚好这四句 就把所有的信息量给我们传达清楚 这是五言绝句 阅读赏息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 来看一下整首诗歌 主礼馆 独坐幽黄礼 弹琴复长笑 身临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好时间关系 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就先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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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